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蝴蝶忍 富刚毅勇称蝴蝶忍为蝴蝶 小南慧称蝴蝶忍为小忍 漫民们喜欢称蝴蝶忍为忍姐姐 小南慧离世后 蝴蝶忍在14岁的时候 代替小南慧成为了蝴蝶窝的主人 在蝴蝶窝的姐妹们面前 一直都是笑容满面 3.一黑小巴内 甘露丝蝴蝶称一黑小巴内为一黑先生 另外比较常见的称呼是小巴内 4.甘露丝蝴蝶 小巴内称呼甘露丝蝴蝶为甘露寺 炭治郎称呼甘露丝蝴蝶为甘露寺小姐 蝴蝶最奇葩的一个称呼 应该是女流氓 十二鬼月上弦之寺半天狗 出现蝴蝶的时候 就因为她暴露的穿着 毫不留情的称她为女流氓 让蝴蝶内心受到了暴击 5.石头五一郎 因为石头五一郎天然呆的性格 那妹们喜欢称她为呆住 透透 石头小天使等等 小伙伴们最喜欢石头五一郎的哪一个称呼呢 6.猎狱性兽狼 炭治郎称呼猎狱性兽狼为猎狱先生 这里要再补充一下 猎狱性兽狼称呼造门炭治郎 为造门少年 小猪很喜欢猎狱大哥对炭治郎的称呼呢 感觉特别有朝气 烂迷们对猎狱性兽狼的称呼为大哥 亦表示对猎狱性兽狼的尊重 炎住大哥仅凭一人之力 保护了列车上的所有人 句句变成鬼 鼓励炭治郎等人勇往直前 这负有责任心的大哥个气质 吸引了一票粉丝 7.不死川石迷 不死川石迷 封住大人 是不死川石迷的常见称呼 不死川玄迷称呼不死川石迷为大哥 漫迷们称呼不死川石迷为风格 8.羽随天元 炭治郎称呼羽随天元为羽随先生 羽随天元的三位妻子称他为天元大人 他原来是忍者 所以还有着二刀流的羽随天元的绰号 自称为祭奠之神 凡事讲究华丽 9.卑命与姓名 卑命与姓名的称呼就比较单调了 主要是贝命与先生和严助大人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小猪的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 爱你们 小伙伴们